好来看到诈骗猖獗横行 那么凤林警分局为了不要让民众受骗上当 积极宣导反诈打诈 而为了要让大众认清各式诈骗的手法 光复分助所特别自拍一部反诈骗宣导的短片 那么所长吴明远粉末登场 全程是以流利的台语来宣导反诈骗超级接地气 光复分助所自拍反诈骗宣导短 片所长吴明远不仅是请自家小女儿客串演出 他以流利台语加强宣导 民众看了也觉得超级接地气 分析付款需要去ATM操作来改毒分析付款 我没想到我所长呢 另外你也要骗 我们如果这种电话要马上挂掉 他以流利台语加强宣导 民众看了也觉得超级接地气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滑走百出 民众悟信而遭诈骗的事件也是有所闻 凤林警分局为了不让民众受骗上当 积极宣导反诈打诈 而光复分助所则特别自拍一部反诈骗宣导短片 由所长吴明远亲自粉末登场 让大众认清各式诈骗手法 凤林警分局积极宣导反诈 打诈也不马虎 光是今年就成功破获60件的诈骗案件 成功阻断诈骗金额 中共也有将近500万元左右 这一次自拍反诈骗宣导短片 除了是强化大众认清诈骗手法 远离诈骗 凤林警分局也将持续进行各项反诈骗的宣导活动 如果民众碰上不明来电或可疑人事物 请务必谨慎留意 避免受骗上当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